安南塔萨特大学戏剧学系的直升入学考场上 德以一曲中国人听着会落泪的唱胆打动了考官 一里光 你光 老师们得知 他来报考这所学校是因为一个朋友的激励 于是问他 在遇到那位朋友时你想对他说什么 故事的开场流了一个悬念 这位朋友是谁 他与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德想对他说什么 回程的路上 德打开了音乐播放软件 开启了这部剧的主题曲 如何 大家好呀 这里是第二说剧 从这一期开始 我将为大家讲述两个泰兰德少年的成长故事 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 用命一心一意 希望这部散发着淡淡夜象的海岛之恋 可以伴随着大家度过美好的夏天 这部剧的题材较为敏感 粉丝的阵营分化也蛮大的 阿布在选择时有犹豫过 要不要触碰这么烫手的剧 不过 回望过去三年 我们一同见证 经历了太多的事实变迁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从未像今天一样 如此的紧密 联动 却又遥远割裂 如此的丰盛奢华 却又匮乏萎靡 我们仿佛过着浓缩版的人生 眼见着楼起楼塌 人来人往 一眼道边 却无处花沧桑 无语 无奈 无法控制 这些消极的情绪 占据着各大客户段的主流意志 而他们居然不是被消解掉 而是要被另外一些 更加无语 无奈 无法控制的情绪所替代 这真的令人悲哀 我们似乎是在向前走 又似乎是被推卷 不得不朝向一个方向走 时代洪流中 个体呈现 不得扭转 连保持自己不变 都已经变得很难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只是此刻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和做这个视频的我共处的 我们无从选择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信息 实在太无杂了 如果你不加筛选 好的坏的一起涌来 就会吞噬你的生命力 一个人的承受力 心理降解能力就会超载 最后把脑袋加个情绪支配 被别人的剧本 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打戏 就像烂片一样 它占据了你的时间 掉去你的内存 而你得到的只是一地垃圾 但我们也可以把时间 花在好片子上 就像从无从选择的时代里 学会临选信息一样 把有限的生命 专注在一些值得的人和事上 毕竟这个时代 融得下极致的黑与白 也融得下斑斓的色彩 平行着美德与丑恶 阳光与阴霾 也有着山水田园般的留白 除了活跃在客户端里的 那些负能量 看看窗外 有风 有雨 也有流云和月 穿行的八千里 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美好 值得我们身形凝望 久久驻留 这就是UP选这部剧的理由 它不是一部励志剧 但它纯真又热烈 就像我们第一次爱上这个世界的时候 世界和我们的模样 没有苦难 积极向上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部剧里 收获感动与成长 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心态 理解和体会 时代与情感 能够汲取再次爱上这个世界的 勇气与力量 可以吗 时间回到五年前 少年德与欧相识 与小生初发榜的那一天 两个害怕鞭炮的少年 无意间撞在了一起 就这样成了朋友 还组建起了五人天团 德出身在福建移民家庭 家里经营着一家面馆 小伙伴们常去德的家里蹭饭 所有人都喜欢吃面 唯有欧喜欢吃米粉 口味和大家不一样 电视里播出着当时的热门华语古装剧 大名公司 啊不对 剑阅传奇 德被剧中的演员 永建的魅力所震撼 立志也要成名一位演员 要像永建那样 当上男主角 就凭你的长相 小伙伴们立马打去起 德的梦想 德不免有些灰心 只有欧看出了德的认真 于是鼓励他 并陪他一起演戏 一起玩耍 两个少年从此结成死党 德曾经问欧 你有什么理想 从小生在富足家庭的欧 家里有一座度假村 他表示自己无所谓 怕吃苦怕受累 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 没有什么特别擅长 和特别喜欢的事 不过当机遇真正来临时 一心怀揣着演员梦的德 没有得到永建的角色 反而是一直当陪练的欧 因为长相出众 被老师选为 校园年度画界的男主角 德虽然有些失落 但入选的人 既然是自己的好朋友 他也会帮欧好好准备的 我无法原谅 你父亲所做的事 背叛者 只有一个社长 那就是死 嘿 你咱们的门了呀 唉 我个人 才出了个 两个人都会让我跳过来的 我会跳过来的 我会跳过来的 嘿 我没什么事 我已经有力气了 这段时间 我没有选择让你跳过来的 但我会跳过来的 我会跳过来的 但我只是在玩的 我心裡很高興 来 先拼拼一下 上去做一場 我來吧 但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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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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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剑只为他们把我吐蓝 万里澎湃 天生 只是我春天一山 万里光阴 光归星 世界 万里星和命运 我不忍出改 如何 如何 月星 让开 我无法原谅 你父亲所做之事 背叛者就有一个赏赏 赏赏 一欧 汤姨 那就是 真是 欧在台前疯狂地演出着男主角 德也在幕后默默地扮演着男主角 这是双男主第一次同台演出 演出结束后 体会到成就感的欧心愿地跟德说 自己好像也找到了梦想 他也想当演员 还跟老师申请 以后有戏的话他还想演 可欧之前明明跟自己说过无所谓 没有理想的呀 德跟欧排练 欧也从来没说过喜欢演戏这回事 欧拿到了演出机会 德还悉心地辅导中文帮他排练 自己什么话都跟欧说 对欧掏心掏肺 欧却选择了隐瞒与欺骗 德志是觉得 这个朋友只是在利用自己而已 自己最好的朋友 竟然是一直瞒着自己暗自竞争的对手 他生气了 为什么不经常说我 说你喜欢表演戏 我真的不想说 我只想说我 当初我没有意识 我没有意识 然后当我感到意识 我会说你什么 我会在这里 我会说过 我会觉得你会在心里 我会在我表达 我并没有想练自己 我就是她的情感 我会说我不是正在我 最终的 我说我 我又是你 我是我 我不是说你会在我 我会在我身上 不然你 我必須給你玩嗎 如果我選你 我告訴你我願意玩 你會給我嗎 歐人生中第一次找到了夢想的感覺 這個夢想又跟自己的好朋友的夢想一樣 他本來是特別開心地分享 卻被自己最好的朋友拿著自己的短板深深地刺痛了 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羞辱 就這樣 兩個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在傷害了彼此的驕傲和自尊之後 絕裂了 當初 我還想說一晚都會再試試 但因為沒有人開始練習 我還想再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我還想再試試試試試試看 時間來到了五年後的今天 尖子生德與歐再次相見 是在高考備考的中文補習班 為此德特地準備了一番 騎了家裡拿得出手的那台摩托車 但迎接他的是歐伶磷的眼神 日程呢位 我還想再試試看 我會得到一年 我會得到腳步 我會得到腳步 我不會得到腳步 我會得到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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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 我會得到腳步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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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上第一堂课高考五期班的第一堂课 开课前末第考试30分满分 德以29分比9分的悬术优势胜出 这个敌人实在不足距 德夸张地跟自己所追求的女生单炫耀 晚上回到家 德暗啄啄地在社交媒体上霸殴的动态 想进一步摸清敌人的底细 结果发现他虽然中文水平不行 但拍照好看 粉丝众多 于是他一宿没睡好觉 胜负心又起 一早 他偷用了哥哥的发辣倒吃了一番 连发型的走向都拷贝得一模一样 可惜手艺不行 东施孝平愣是选不出一张能发出来的 还被补习班的老师当堂点了名 气势明显矮下去的德 闷闷伯乐地参加伙伴们的课后夜宵活动 新加入的团员百诗 中文成绩更好 莫迪考试人家拿了满分30分 欧故意夸百诗学习好 以刺激29分的德 百诗不知前情 还以为欧是真心夸他呢 于是跟德说 欧也很优秀啊 他还是表演社社长呢 好多人都喜欢他 正在排练中文剧 你们一起演戏啊 中文戏剧 学表演 百诗两句话精准踩中了所有雷电 德欧两个人直接炸裂 德再次抓住了欧的短板刺激他 伤人的目的是打造 但话一出口 德就后悔了 不要 1 1 2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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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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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3 2 1 百石送欧回家 一路上也不多言 就安安静静地陪在欧身边 这种温厚的力量 让欧刚刚火爆的情绪迅速降温 他悄悄地望向百石 很享受对方带给自己的这份安定感 内心忽然一动 在性别与未来的不确定纠结中 他也不敢说出任何想法 出直升成绩的当天 德一心想道歉 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发榜后 德考上了 欧发现自己没考上 自己输了 一直看不起自己成绩的德 一直跟自己较量的德 一直嘲笑自己三天热度的德 一直拿短板伤害自己的德 一直诋毁自己梦想的德 赢了 欧想赶快找个地方逃 躲避德的羞辱 来 这个人 因此 没想到 你怎么 mixture 你不是 ultimate 你哪一样 你来看我 你今天看我 欧跑出了他们从小一同排练的祠堂 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待着 在这个地方 德也知道 是他们儿时的秘密基地 欧觉得自己输了 充满了愤怒和挫败感 可德也觉得自己没赢 他内疚不已 因为他伤害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他原本最在乎的人 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在乎的是什么 不是输赢 不是较量 而是眼前这个能够跟他分享人生的朋友 他选择骑驾里更好的那台摩托 学欧的拍照姿势 比较中文成绩 打探欧的近况 都只是在乎而已 一个自己不在乎的人 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 德放下来架子 低头认了错 为现在 也为过去 我觉得也能跳下来架子 房子 也在乎 房子 两官 通行 自费 无论 无论 需要 未来应 其实如果 你还可错了 我们都没办法了 可毕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情感的尖兵不是说散就散的 两个人站在扶桑树下的暗影里 内心依然隔着一座山 他们把属于两个人的秘密基地 正式开放给了其他伙伴 两个人sitting in the tree 尝试着把话说开 一开口才发现 没有进入彼此生活的时间已经太久 甚至都不太相熟了 只能尴尬地问问家庭近况 对 对 对 你还没线迷婚 让我购买的一样 当时我购买了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扶着你 欧也向德诚恳地道歉 可就当德以为 欧又回到了自己 那个童年时最要好的朋友时 欧协表示 伤害已经造成了 人也不在原地了 他不确定两个人的关系 是否能够和好如初 我说你怎么会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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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吗 我说那我当时 她说 他们像我 而且我喜欢 我真的非常好 我真的非常好 你知道我很好 我非常深刻 我心裡有些故事 我都堅持有困難 我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一直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看到 我仍然不喜歡 我才說 不认识 但当我看到他很大 他不太迷信了 我 明白 你们都感觉自己能够带 虽然距离拉近了 可中间还是横着一根刺 这时镜头拉回了考试现场 德纳是真正想个欧说的话 并没有能说出话 直到伤害了对方才想到弥补 没法听了呢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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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除了 旺旺 不想做好嗎 啊 啊 學霸嘛 密補的方式就是 送你父系資料 幫你補習功課 這句句 提醒是嗎 啊 啊 啊 好啦 有 提醒我們 就先出來了 可以嗎 可以 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 是2020年10月底开始 在泰国LINE TV播出的剧集 由BOSS指导 Bill Ginn和PP Crate主演 这是三人继我的救护车之后二度合作 也是曾经的经纪公司 拿到Bangkok 为两位主演量身打造的 BKPP的Series的第一季 补充一句 第二季由于与第一季相比 口碑差一巨大 很大程度上不被粉丝所认可 相对来说 UP更喜欢这部剧的英文名 I told the Sunside about you 本身的名字更具有画面感 而且剧中设计大量的细节 都指向这个英文名的一些暗语 我们后面会讲到 估计字幕组翻译本剧的时候 还是按照剧情的内容分类方式 模仿了2017年上映的影片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来命名的 坦白说呢 同类题材的影视剧 UP设立的并不是很多 看类似蓝宇 断背山 发王别姬 春光乍蟹 鲜罗之恋 莫里斯 爱你西蒙 月光男孩 喜宴 费城故事 美少年之恋 伟大的自由 上诞快乐 劳洛斯先生 这些影片时 更多关注的是剧情本身 导演的叙事技巧 和对镜头语言的把握 也就是看作品 看作品时 观众是一种审视的眼光 来对待一个课题 会有欣赏 震撼感动的情绪体验 但它是基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享受的是一种 智性上的满足 奇怪的是 本剧的观影体验是上头 也就是看人物 甚至不自觉地 将自己带入人物 去体验人物的情感历程 相信很多看过本剧的人 都会同步去关注 演员在戏外的动向 上一个能引起这么大反应的 应该还是 请回答1988当中 德善和狗患的戏外故事吧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 两位主演的出色呈现 当然功不可没 前面也提到 本剧是为BK和PP 量身打造的 因为在前作 《我的救护车》中 两个演员作为支线人物 受欢迎程度很高 于是订阅公司 就借着东风 直接推出了 二人的专属作品 剧本创作时 从人设和故事本身 都借用了两位演员 很多的自身经历 人物和角色 契合度相当之高 所以 除了天赋的表演能力之外 他们也遇上了 最适合的角色 情绪的调曲和表达 才会如此精彩传身 当有谁开始订阅 就会不会再订阅 你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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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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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角色很强烈 因为他们都很强烈 因为他们都很强烈 他们都必须得到第一名 这就是角色的角色 Bilkin知道这些角色的角色吗? Bil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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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带入感 强烈的原因就在于 本剧独特的气质和主题视角 也就是导演所强调的Coming of Age 即青春成长的主题 它超越了同性题材本身的局限 探讨的是 每个人在初次面对情感和人生的种种选择时 那些懵懂 笨拙 失忆 兴奋 急切 困惑 纯粹 和迷恋的谦然情愫 那些渴望爱 理解爱 尊重爱的情感内核 并不是性少数群体所独有的 而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的 所以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共鸣与共情 更可贵的是 本剧赋予了主人公们成熟的情感逻辑 能够使得观剧的受众 尤其是三观正在建设中的年轻群体 在享受剧中所展现的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些美好情感的同时 也领略到有关爱的信念 有关自我的价值 处理矛盾冲突等等 诸多成长相关的议题 观众将自己带入带出的过程 就成为一种受教育的过程 是与主人公真正实现了一同成长 这比那些单独表现情情爱爱的一众剧集 要复杂得多 而这种主题的复合性多异性 其实也是一部好作品的必备要素 就拿我们刚刚提到的同类题材的影片来说吧 蓝与霸王别姬是把人物放在政治背景当中 探讨的是时代和人性 段佩山莫里斯是把人物放在社会背景当中 探讨的是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 春光乍蟹是把人物意向化概念化 探讨的是灵魂的找寻与自由 《鲜楼之恋》讲情感 他还在讲失去爱人亲人 或者遭受苦难之后 人们应该怎样振作 如何面对生活 至于说到气质的拿捏 就要看到导演的功力 和整个剧组的用心程度了 比如说情节的设计与剪辑的节奏感 比如意向的设计与各种明暗的寓意 比如色彩的搭配 服装造型的表达 比如现场的调度 走位 画面的结构 等等等等 我们后面会一一展开 其实一部好的作品 真的是方方面面 点地之功汇聚而成的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 有一个著名的复理公式 简单来说 就是不同的人 每天付出的努力不同 有的人付出1 有的人付出0.99 有的人是1.01 这三个数看起来差别不大 但一旦坚持 放在更长远的坐标系上来看 比如365天 差异就非常之大了 可见仅仅是一件事 仅仅是多做了一点 汇聚起来就发生了迟 这就是好片与烂片 普通与家座之间的差别 本剧之所以能够在一众名导 名片之中脱颖而出 可能就是每个工种 都多做了那么0.01的细枝末节 这些事只要做了 就一定会被看见 最后再补充 有关泰国的两个小知识点 剧中出现了几次表达年份的数字 这个是泰国的佛丽纪念方式 我们今天常用的公历纪念 是罗马教廷以耶稣诞生日为起点 所定制的年历 因此公历在某些地方也被叫做基督历 而泰国的佛丽 即佛祖历 是以佛祖释迦摩尼涅槃后一年 为祭元的起点 佛祖降生于公元前623年 佛寿80岁 因此佛祖的涅槃事件为公元前543年 也就是说佛丽纪念 与公元纪念相差了543年 所以剧中的佛丽2559年 相当于公元2016年 以后大家看到泰国人在文件上 写佛丽日期的时候 只要减去543就能知道公历的年份了 佛丽最早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泰国自1913年以来沿用至今 这也符合佛教信众 占国民总数90%以上的国度 人们的使用习惯 在泰国 官方民间都使用佛丽 房产证 车辆登记证上都是佛丽 而公历纪念是留业兴起 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增多之后 才慢慢兼用的 另外 剧中德这个角色的背景 是来自福建的侨民家庭 事实上 泰国侨民的历史 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 广东潮汕人 郑信统一了仙罗 开创了吞雾里王朝 这是现代泰国基本版图的奠定者 被尊为太皇五大帝之首 每年12月28日 泰国的正皇节 就是为他登基而设立的节日 到今天为止 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 约有2000多万 占泰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中 祖籍在潮汕地区的泰国华侨华人 就有800多万 这些由剧作衍生出来的各种有趣的小知识 也会随着后面的剧情 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第二数据 有关德和欧的故事 我们下期继续 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